我回應一點,就是關於這才分開一些不歸人的問題 處理人的問題,自己內心問題,處理別人的問題 剛剛我聽到指援小組馬上有流氧 因為小組有些困難,但如果我們一對一 我們就即時回應他的感受 即時會表達我們,感受到你很傷心 這件事當然是很重的,大陸子在你的心中 所以令你現在很不開心,即是感受他的感受 讓他能夠在那陣子覺得我們關心他 如果那時候不方便,也可以過後 即是說,我看到你當時想流氧女 我知道你都是這件事,都是影響近你的 我心裡面很掛念你,讓他知道 即是我們心裡面真的有感受他的感受 即是當人在憂傷那陣子,我們就盡量不要用理由去回答 即是盡量不要那時候,即是說一些道理給他做什麼 即使在小組,你都可以說我們知道他的困難 不如我們為他祈禱,而不是立即入理性 即是他在感性受傷的時候,就在感性回應他 即是我們分清我們的回應是感性的理性 但我們有時都會很困難的 但自己分辨到這個觀念,即是立即問我自己 他現在在什麼狀態,他在感性的狀態的時候 我們就感性回應他 他是理性的狀態,他問你拿答案,你便給他答案 但他有時理性,他也是有他的感性的一面 那你就看他講的情況,即是說的事 因為有些人習慣了隱藏他的感覺 這件事會難阻他們得釋放,難阻他們經歷神的愛 難阻他們接受自己 即是有些人,他裡面已經很難會感覺到 普通人會感覺到的開心啊,憂傷啊 他感覺不到 即是他麻木啊,或者叫石心啊 所以他們有時會講道理 即是道理,他說的時候呢 我們都回應他 即是回應的時候都回應他的感覺 知道你現在呢,你講到話的時候 你的心都會不開心的 他說回來,他會慢慢的感性會復甦的 即是人的感性是可以麻木了 然後慢慢的復甦,即是說呢 一步一步當在聊天的時候,和人交往的時候 他能夠將他裡面的東西說出來 就是呢,慢慢的他是可以活復甦的感覺 要不然他就會,即是一路麻木下去就很難得釋放的 也都很難精靈充滿的 即是心麻木是很難精靈充滿的 即是心是能夠感受到感覺 又能夠說出來,他經歷聖年之容易 即是有些人很難經歷聖年 是因為他的心已經麻木了 所以他是會比較硬的 即是心硬的 他會很多事情都沒有感覺的 他見到別人傷心,他又沒有什麼感覺 因為從小時候開始,可能已經被人叫他不要哭 不要有什麼表達,他已經習慣了封閉 我們其實,每一個人都有 某程度上有些這樣的事情 即是有些多有些少 都可以慢慢釋放 釋放的意思是,不是我們就經常都哭 而是隨時留意到自己的感覺 我現在有些不開心的被他影響 知道自己的感覺,然後就去處理 一人留意不到,就不會懂得處理 只是覺得很猛,很生氣 不知為什麼,不懂得處理 但如果他能夠留意到自己的內心世界 他就不會把東西混在一起 然後,會分到我現在是有什麼感覺 我受什麼感覺的影響 這是一個健康成長的一部分 也都是我們自己得釋放的一部分 我現在講一講關於我們自己得釋放 即是我希望我們很多人可以參與 去維護時間 必然我們自己能夠得釋放 我們自己得釋放其實是很多方面的 就是我們有沒有一些罪在控制著我們 如果有罪在控制著我們的時候 我們是很難得釋放 也都不適宜為別人 或者是被人影響 即是很多時候家人或者朋友做得不好 他做得不好是他的問題 但我們受到的影響的時候 心就會不開心,有壓抑了 有時候我們都會遇到人是不好的 但問題是怎樣處理 我們講的就是分辨 分辨到他有這個問題 於是我有心理準備 而有些人是很嚴重的 即是好像所講到那個組員的情況 那個組員遇到另一個人 他是因為利益的衝突而好似針對他 那時候很明顯是一種故意的 即是他可能有意或者無意 但是他是會 好像故意針對那個人做一些事情 當這個人知道那件事的時候 知道了,自己就要學一下 他好像故意針對我 或者他有意或者無意 我們不要定定他 他就一定說他有 因為他是在做這件事 他在持續做這件事 那我知道的時候 我就有心理準備 我見到他,我知道他可能會這樣做 於是我有心理準備 不受影響 而有他祝福的心態 但是他一說什麼說出來 我已經心理準備了 這個是魔鬼的果子 這個是負面的說話 我立刻不要放在心手 立刻要這樣做 我們自己都要學這樣做 如果我們周圍的人 有些這樣的人 我們就要學到這樣做 我們都會受影響 都會總是… 即是你見到一個人 你明知道他是不好 但他是對你說不好的 那你已經預防了 但是心裡總是不會舒暢 那是怎樣的 那你轉身就在那裡讚美神神 那就是你 你是愛我的 那就是你 你是經常看中我的 雖然這個人是這樣 但你依然愛我 你在我生命中的話 不會受影響的 我們就會在裡面 他一直宣告 是他的問題 或者他是習慣性 即是我要分辨這個人 他可能有些人是習慣性的 他是不是都會發脾氣 有些什麼事不開心 他就會發脾氣 我們分辨到他 也都學習觀察人 但觀察了之後 就沒有論斷 而是分辨知道 耶穌有說到 耶穌有說到 他知道萬人的心 所以他不將他自己交託給人 什麼意思呢 耶穌他是愛世人的 什麼人他都幫過 那些罪人他都幫過 但是他不將他自己交託給他 即是他的生命的歷程 他前面走的路 他不會交給任何一個人 做他的管理 做他的管家 管理他的事 他不會把他的時間 生命 放在一個人的手中 他是會 不決意 不受人影響 他知道人是怎樣 他知道萬人的心 當我們認識周圍的人的時候 你從每一樣東西 你會知道他的性格 即是你會觀察 可以看得到的 尤其是一個人 我們觀察什麼呢 觀察他 對於那些微小的人 即他對於那些微小的人 他會隨意呼呼 譬如很簡單 他有工人 但他對工人呼呼 這是一個顯示 工人不代表他是低於我們 我們沒有權去呼呼 但有些人 他是基徒 他很愛主 他有參與教會的事 不過他回到家 見到工人 他就會覺得 我請他 我當然有權 告訴他 這是一個錯覺 是一個謊言 魔鬼的謊言 那時候 我們訓練到那些人是怎樣 所以我們 對一個人的信任 是根據我們認識他有多少 如果 你一直認識他的時候 發覺這個人是可信 一直看他的各樣東西都是可信 你看他對待微小的人 對待任何一個人 都是好的 這個就是一個好人 但依然他不是一百分之百 好人人都有罪 但你發覺他很多情況 他願意付出代價 他願意遷就 願意謙卑 願意認錯 這些顯示這個人 是有高的質素 而有些人很明顯很快 你會看到一些不好的質素 很明顯發生氣 很明顯很明顯 那些人 或者好像有時會 特意針對某些人 那些人我們就要小心 知道有些人 這是我們學習分別到 那些人 可以說 真是很不值得 因為他而不開心 而影響了實體內心理的計劃 失禮了喜樂 但是我們祝福他 覺得他的生命很寶貴 但我祝福他 但是我們能夠影響他多少 就在乎他 聽不聽 當我們能夠處理到 我們裏面的生命 我們就一步步提升 如果不是 我們就很難提升 那我的目標 希望這個是你們的目標 第一就是你處理到生命 那你可以開始 就是放心為人 按手祈禱 你又越來越 聖靈充滿 那你聖靈的恩高 在你身上強 那當你操練為人 祈禱的時候 你會看到那些人 經歷聖靈 是你逐步會看到的 但是有些人未處理好 那些人都會經歷 不過問題就是可能混雜 有些人他 他有帶著能力 但他裡面也有問題 這樣是可以有混雜的 所以我們處理好生命 又去操練 又學到隨時能夠輔導人 如果信耶穌的問題 或者是他基督徒的成長 或者他待人接物 或者他婚姻 即是你什麼都處理習慣 你可以說你遇到任雲 你都可以有機會入手 幫到他 我希望大家都存入這個心 去混雍 在小組混雍 小組混雍的時候 我們呢 將會很快印一些輔導紙 那些輔導紙是做什麼呢 就會寫回那些被輔導的人 和一個旁觀者 譬如我們分三個人一組 在小組分開拆開它 如果不行就有兩個 有時有三個人 就有第三個人在這裡聽著 就會看到各點有沒有做到 那個受輔導的人又寫 就讓他去檢討 但希望不要 即不是製造壓力 而是給他進步的機會 就會反省我自己做得怎樣 在小組做習慣了 就會隨時隨地都可以做了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需要一個進步的時間 這個就是那個目的 希望一直這樣提升 當我們這樣提升 將來就會流行的一群人 你們就會成為一群祝福很多人 不要以為你不行 你是可以很厲害的 而再去多些就怎樣呢 當你又放膽大聚會 這個下一步 放膽大聚會 帶聖靈的聚會講訊息 你直接可以跟著你去宣教 或者你自己去宣教 或者你自己慢慢開新的路 有些新的路 或者我們去過 那你就再去了 即是我們不夠那麼多人 即是分開一些人去 你去到那裡 你可以大聚會 又可以為人祈禱的時候 你獨當一面 可以影響一群人 可能開始是幾個人 或者應該十個人 但你應該都十個人 我問你將來你影響幾多人都可以 對 有人分享 即是一個人 是一個親戚 他是短暫回來香港還是長期 他短暫回來 短暫回來 OK 他有些很緊張 或咬手指甲 因為小時候都被家人罵 所以有這種傷害 但當說到 面對的時候 面對的時候 他馬上走開了 他馬上走開了 其實每個人的抗拒 我們很難去想像 他有什麼原因的抗拒 這個人抗拒 可以是因為 他是不想面對 可以是因為 外面有人 可以是以往的基督徒的經歷 什麼都可能的 我們其實很難去想像 他為什麼 而 譬如有人 有這樣的情況 退避 但又和我們開放過 我們都問自己 即是要分辨 他是不是抗拒我 抗拒我說某句話 抗拒某一件事 我要分辨到是哪件事 但有時我們想像不到 我們想像不到的時候 我們可以做什麼呢 肯定下一次和他聊天 不要第一次聊這件事 純粹是關心 因為這件事 通常未接納的機會很高 就是關心他 關心他的時候 如果他講回這個話題 那就很好 關心他的時候 我們知道他有這件事 譬如 有些普通關心 你怎樣回來 這陣子 香港現在 問他各方面 譬如 做不做你想做的事 開不開心 懂不懂天氣 有沒有不舒服 睡不睡覺 這些就是關心他普通的事 那這些事 跟他溝通的時候 都會 知識到offer 可以offer去幫他 怎樣offer幫他 譬如說 你想買些東西 你找到哪裏買給他 他不懂的 即是有些什麼 我可以幫你 這個是一個offer 基本上就是 首先有這個關心 有這個關心之後 他對你有信任 無論你在香港 他在香港 或者他回到去 都是有機會繼續 所以這個關心為先 那如果在關心的時候 他又開始又說回 你知道其實他不是抗拒你 他只是抗拒在那些人面前 所以這個就是 譬如你找機會 就譬如說 要不要我帶你去哪裡 買一些藥 或者去找一些幫助 就是offer一些幫助 亦都是真心幫他 就是沒有好像 為了只想帶他信任神 但是他不信任神 我就不幫了 他信任神我才幫 就是不要有這種心態 這個是其實每一個人 為了去試的 但是到某一個時候 可能沒有機會 明天他離開 而有一個機會 就是有時候 我們這個機會是要逐 這個機會可能 他再來你家 可能有一個房間 你就跟他說 怎麼樣 你心裡面覺得怎麼樣 就是看他怎樣反應 譬如他一說 他馬上已經不明白 很大反應了 譬如他離開 那你就知道 暫時都不能說 這個就是你判斷 但你看到他欲言又止 他又想說 但是又怕說 的時候 就給一些令他安心的方法 即是說 其實我都試過這樣 我也得到幫助 一些令他安心的方法 其實這個影響在所有傳呼音的情況 就是 如果有人抗拒的時候 是否我們從之後放棄呢 不是的 我們不過 先建立關係 因為不建立關係 他不會再聽我們說話 所以這個就是 建立關係 就是在一個過程中 盡量用他的需要 去擔心的事情 而進入 而進入的時候 盡量不要 首先教他做什麼 因為教他做什麼 就有壓力了 然後首先 認同他的感受 或者知道他的感受 都可以分享我們自己的類似感受 但不要給了場片大陸 即有時候我們說過 那一刻說過 很長很長 他給了他聽我們說話 我們說了一些 我也有類似的經歷 就已經足夠了 看看他怎樣反應 當我們跟人說話的時候 一路看著他的眼神 一路看著他整個身體的反應 跟任何人都一樣 如果你輔導人 或者你跟你的戒人 或者是配偶 或者你將來的 例如將來的男朋友 女朋友 你中間有 你想認識他 你一邊跟他的經歷 一邊看著他 每一個反應 他每一個反應 就顯示他的內心世界 例如他 你一說一些問題 他又會 他又很忙 他又 或者你 有時候 這是人 是沒有什麼興趣 某些事情 我太太 就很厲害 他會留意到 有些事情 我就沒有什麼反應 他又會問回我 他問回我 了解我 因為有些人 就是對某些事情 沒有興趣 有時候 可能有我的原因 我不想進入這個話題 他會留意到 我對某些事情 沒有什麼興趣 他會問回我 他會問回我 他想我對他的事情 有回應 例如有時候 我沒有什麼回應 他會問回我 這是他的勇敢 觀察 和某些事情 是某些事情 和某些事情 是某些事情 和某些事情 都會讓我提升 我提升 因為我知道 有些地方 我沒有留意到 他的感覺和需要 這都是提升我 那種觀察 觀察人 可以成為我們一種習慣 例如你出去 有機會出去 外面吃東西 當然你聊天 你跟一齊的人聊天 你當然會一直看他 觀察不是好像做偵探 而是你很自然地看人的反應 就算你看我講信息 或者看我 那天有病 或者沒有病 看我令敬拜 或者看某人令敬拜 你可以看到他不同的事情 看到他的生命 他的表現 這是可以認識這個人的 那你出去喝茶 吃東西 留意隔壁的人 看慣了 你會看到 這個真的沒有什麼反應 兩個人坐在那 可以一直都不聊天 有些是一方聊 一方就不聊 有些是一方看機 一方在那邊說話 那個是因為要看機 玩機 另一個就是 可能是說話 還有說話的模式 你看到媽媽一天說 不要玩了 什麼 就是經常都是這樣的 那女兒就噢噢噢噢噢噢噢 但是呢 沒有什麼興趣的 那這些 你就看到那個關係 那當你看慣了 你就留意自己 和人的關係是怎樣 那我怎樣去進入呢 去加深 這個就是一個 就是我們要學習 應用在我們的日常生活 和我們的時空裡面 我們要學習 我們要學習 那些人 我們要學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